那么衔接在这一小段间奏之后呢 是再重新唱一遍主歌的这个第二段和一整遍的这个副歌 这遍副歌唱完了之后呢 咱们要进到一个比较长的间奏 也就是说 这段副歌唱完应该这样 欢迎欢迎的心情 怎么才能拥有你 就是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说和弦的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弹法不一样 先弹这个根音 OK 然后呢 现在是他这个这个这个间奏的部分的这个和弦 我大概扒了一下了 就是应该这个现在应该是降拉吧 先是降拉的大三和弦 然后降拉的小三和弦 然后呢 下一和弦应该是看你是怎么看 按理说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降EM的小七和弦 但是根音是在这个降 G 上 然后呢 我是按着他这个根音的这个八度 应该是在这个八度里面 也就是前三个和弦 我这块根音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我觉得根音应该是在拉上面 然后呢 然后呢 再下一和弦非常明显 是一个 F 的小三和弦 对吧 这个就相当于六五四 小三大三 这 F 的小三 降 M 的大三 降 R 的大三 所以从从头来咱们现在的间奏这样 然后下面呢 接的是一个 C 的数七和弦 然后呢 这块为了让他那个 大家可以灵活做一些处理 我就非常头领 加了一个高音的 Do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还要多远才能和你接近 支持远近却无法靠近 在哪个人 要怎么贪心 要多远心 要多远心 才会让你 发觉你并不估计 当我还可以再给你飞行 当我还可以再给你飞行 回到那个第三个和弦 也就是这样 结尾应该是这样的啊 然后注意是回到刚才的那个和弦 这块 这块可以 嗯 渐慢一下 不一定按着拍的 嗯 所以呢 这首歌大概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学的差不多 呃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和评论区让我知道 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喜欢点赞加关注 这里是说西语的吉他手 呃 大家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